好 很快的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阶段 好 那我们就一切课程把它给讲完 其实这上节课有 简单的讲了一点函数 因为当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些 很棒的视觉化 你多多少少还是要 还是要做一些函数的撰写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一定会一直创造函数这件事情 像我的一个研究 反正就是在resource result还没有出来之前 就一直在 一直透过各种方式来去找 这个时候函数一直在写 反正就是类似像别人说写程式 好 那我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又写好了一个叫做贸易 贸易顺差比例 这个函数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可以画什么样的图 各位在还没有画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已经先知道他大概 在就是进口 进口是下面这个淡蓝色 出口是上面这个深蓝色 已经知道了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他的图大概会是呈现什么样子 我已经说 这边是最低的 最低的 所以他线大概落在这边 那相对的 这边应该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会不会是这样子下来 会不会是这样子下来的一条线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那如果是这样子 那你大概就可以推测说 其实我们的顺差 其实是在慢慢缩减中 对吧 好 我只是说在画这张图之前 我们稍微先来思考一下 好 所以这张图怎么画呢 我们改用 本来是不是群组这条图在这边 然后勾选选这个 折线与群组直条图 不要这一个 这个是堆叠直条图 堆叠直条图大概是生物学家最喜欢使用的 他就是算起来就是百分之百 好 那我要用的是这一个 跟刚刚一样 因为他现在把就是直条图 两个进口金额出口金额都放在直条图里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在勾选这个贸易顺差比例2打勾 他就自动放在这个地方 这是错的 应该要把它搬到折线里面 好 请问一下 其实你只是点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点这边 对不对 就是我把图改参 折线图与群组直条图 第二 直接拖曳这个贸易顺差比例 这刚创造出来的韩式 拖曳到折线图直这个地方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你发现了什么事情 换挡之后其实不太好 知道吗 不过这是我们现在看到是全国的资料 知道吗 好 不是只有台北市 不是只有台北市 反正就是2016年之前其实是不错的 对不对 好 我大概只要跟你讲这件事 好 然后2017年开始就开始慢慢上 而且下降的比例还蛮多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它的格式 因为这张图这样不好看 好 请你们做这两件事 10秒可以吧 第一个就是折线图与群组直条图 第二个就是把贸易顺差比例 二拖曳到折线图里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在讲贸易顺差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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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